第1383章 这锅甩得漂亮 墓北看了神奇三人一眼 显然知道他们此时在想什么 道虽然祖星是我自己炸掉的 但归根结底 这要怪他们一届的王 如果不是他们的王下令侵略我们 我怎么可能自己把自己的家给偷了 你们说对不对 神奇想了想到大哥这话妥妥的没毛病 米英二啊 就在这时 一股霸道能量自往亭中心卷来 下一刻一个身披金袍的忠年出现在这里 忠年眸子冷冽 周身环绕光映 王大将军等人连忙朝着这人行礼 王这个忠年 便是一届当事之王 一届王没有搭理大将军等人 目光落在米英二头顶的那座古印上 没想到 你居然是我借守护者一脉的后人 掌控了借王印 守护者 他们这一届的守护者一直以来都是最神秘的 历代的一届王 大部分也不清楚守护者究竟是谁 只知道此界有这么一支力量 而这支力量 非常强 不过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代的守护者居然就在他跟前 就是米英二 这时 米英二看着他到请王向穆公子道歉 并且 将王亭内的所有修行资源作为赔偿交与穆公子 见他当着王的面也这么说 大将军等人又怒了 一个中将怒斥道米英二你放肆 纵然你是我借守护者 也不应该对王如此姿态 米英二不理他 只是看着一届王 一届王目光冷漠 道既然你是我借的守护者 就应该站在我借的立场行事 而现在你却站在一个外族人身旁 让自己世界的王向他道歉 你 没资得做我借的守护者 本王不认可你这个守护者 米英二道我之所为 全为守护我借 一借王冷道守护我借 你的守护 就是阻拦我借朝强盛之路走 就是让我借向外族人低头 米英二刚想说什么 木北对他道米姑养 多说无意 把那个借王硬借我实实 米英二想了想 道请公子稍稍留情 说着他头顶的借王硬 飘到木北身旁 而后他寄出一滴金血 飞入到木北体内 顿时 借王硬朝木北发光 自主悬浮到木北头顶 垂落下丝丝缕缕的维度之光 木北目光微亮 前一刻 他只能感觉到此硬的强大 但这一刻 有了米英二的那滴金血 他便是感觉到了此硬的脉络 能捕捉异界的维度之力了 显然 此硬一般人无法控制 须得此界守护者认可方才能够驾驭 好宝贝 而这一幕 让得异界王直接便是脸色一寒 他盯住米英二你 竟将我界的守护法硬交给一个外 刷 木北出现在他跟前 抓住界王硬便是一杂 这一杂 滚滚的异界维度之力汹涌而下 异界王脸色一变 连忙记起魂后之力迎上 足有十一围巅峰级别 下一刻 双方撞在一起 吃 异界王撑起的杀伐之力湮灭 整个人暴退 这一退 直接退出数百多丈 大口的吐血 而他后退所经过的地方 空间一寸寸崩碎 大将军等人惊道王 异界王愤怒地盯着木北 他刚想说什么 木北再次出现在他跟前 攥着界王硬直接就砸在他脸上 哼 异界王横飞 鼻子都被砸塌了 整张脸直接变了形 啊 异界王猙獰咆哮 他堂堂异界的王 居然被一个尊级领域的小蚂蚁这般殴打 哼 滚滚神能自他体内涌出来 他以神能演化一宗百丈杀刀 猛地一刀朝木北立踢 不过 百丈杀刀还没踢下 便被木北以界王硬砸碎 而后 界王硬又砸在一界王脸上 你啊个锤子 木北出现在对方跟前 直接一个界王硬将这一界王砸入地底数千丈 烟尘生喜 碎石横飞 而后 他以界王硬驾驭维度之力 将一界王硬生生拉起来 而后一巴掌甩在对方脸颊上 将对方抽翻在地 随后 他一脚踩在对方胸口给我道歉 因为你 我神族的祖星没了 那可是我神族的祖星 祖星 你知道祖星对一个族群的意义有多大吗 你怎么敢毁掉我神族的祖星 立刻马上道歉 神忧 神奇 真理 真理小声道大哥这锅甩得漂亮 神奇点头大哥是懂甩锅的 神忧 啊 一界王嘶吼 憋屈到极点 他想从木北的压制下挣脱出来 但在他们这一界的维度之力下 却根本做不到 大将军等人则是个各大怒 魂杖 护驾 以大将军为首 一界诸强同时冲向木北 然而 才刚一动便被一股维度之力先飞 一个各口鼻勇血 狼狈不堪 木北看着一界王麻溜的道歉 一界王双眼通红 争宁至极地盯着木北让本王道歉 你算什么东西 你做梦 有种你杀了本王 否则 本王定然灭尽你全家老小 朱镜与你有关的所有人 你婴儿脸色为变 刚想说什么 木北咧嘴一笑 而后攥着界王硬狠狠砸在 一界王脑袋上 哼 一界王脑袋当场炸开 只剩下神魂飞出来 而这一刻 一界王惊悚了你 刚道出一个字 木北唤出朱节剑 直接束缚住对方的神魂朝剑内拉 一界王顿时惊恐起来 大喊道住手 米婴儿 你还不来护驾 护驾啊 米婴儿张了张头 最终还是保持沉默 眼看着一界王的神魂就要被彻底卷入朱节剑内 一股恐怖威压突然自王亭身处涌出 下一刻 一个浑身笼罩在幽光中的身影出现在场中 而这幽光身影出现的一瞬间 一股强盛光辉落在一界王的神魂上 直接将一界王神魂从朱节剑的束缚下拉出来 一界王神魂被他拉到身后 一界王常常松了口气 而后朝幽光身影恭敬的行大雷老祖 拜见老祖 大将军等人齐齐行跪拜礼 无比的恭敬 一界老祖 一界如今的第一强 第1384章请夫君多多指教 墓北看着一界老祖 一界老祖目光也落在墓北身上 道你刚才 想要他的命 说着这话 一股恐怖气息渐渐升腾起来 这等气息一出 十方空间都随着扭曲起来 强 超级强 如此气息 令神幽等人各个心计 体内神魂都不由得微微颤抖了起来 下一刻 一界老祖看向你 因而你让我很意外 居然是守护着一脉的人 不过 你这守护者如今在做什么 帮外人对付自己的世界 这就是你的守护 你因而平静到护界之心 天地可见 一界老祖奉此一笑天地可见 我等都觉得可笑 还谈什么天地可见 他看着米英二 眼中是浓浓的失望 米英二不说什么 一界老祖重新右看向墓北 看向墓北头顶的界王印 界王印可掌控此界唯独之力 但墓北的修为终究很低 无法快速地调动维度之力 在这等情况下 以他的修为 是可以在墓北调动维度之力时 打断墓北的 墓北有界王印 他也无惧 他看着墓北你 墓北到你个锤子 一界老祖脸色为缠小 墓北你全家男性都小 不足一寸 一界老祖脸色冰寒下来 刚想说什么 墓北倒说不出话来了 被我猜中了 这 你们这一脉还真惨 无 好惨 一界老祖眸子中寒光蹦见 沙翼灼灼流淌 这时 墓北倒问你一个问题 一界老祖盯着他 墓北摸了摸下巴 想了想 而后到其实 我也不知道问什么 一界老祖眼中沙翼近乎化作实质 墓北耍他 戏耍他 他三寒地盯住墓北本作要你身不如 话还没说完 他突然脸色一变 在他身后 一条空间裂缝突然拉开 下一刻 一片如胡博般的一界维度之力突然涌出来 直接将他淹没在其中 空间大道配合维度之力 啊 惨叫声从一界老祖口中发出来 在如此磅驳的维度之力下 他半边身子直接被碾破了 气息顷刻间衰落到低谷 老祖 一界重墙变色 米英尔则是有些不可思议的看向墓北 空间大道 墓北方才祭出了空间大道 这可是号称为王的大道啊 而这时 墓北看着一界老祖你以为我与你废话那么一大堆是为了什么 玩吗 他能感觉出这个一界老祖的强大 就算他能以界王应调动一界维度之力 却也不一定能压制对方 主要是他的修为有些低 调动维度之力的速度太慢 容易被对方压制 所以 他故意先与对方周旋 而暗中则是以空间大道配合界王应调动维度之力 使磅驳的维度之力汇聚于空间之内 在调动足够之后 直接发起毁灭一击 只一击 便也就足够了 一界老祖周身破破烂烂 又惊又怒的看着墓北卑鄙 你卑鄙 墓北吃笑到扯什么毒子 这叫智慧 智慧你懂吗 他走向对方 维度之力还身 他是一界之主 迎着这一刻的墓北 一界老祖和一界王都有些怕了 一界王看向米英二 怒到米英二 你是我界守护者 要看着自己世界的王辈 话还没说完 他的神魂再次被朱节剑笼罩 朱节剑卷着对方神魂 静止朝着剑内拉去 一界王直接又是惊恐起来 大喊道老祖 救我 墓北淡淡的道 叫什么老祖 你的老祖自己都自顾不暇了 下一刻 对方的神魂被卷入朱节剑内 不 伴随着一道绝望的呐喊 一界王的声音消失 被朱节剑彻底吸收 而朱节剑的剑威 则是抢了一大姐 王 大将军等人声音发颤 自己一界的王就这么没了 在自己的世界里被杀死 这时 墓北看向一界老祖 一界老祖脸色无比难看 道我认栽 你 墓北直接催动维度之力将他笼罩 雄魂的维度之力从四面八方轰击对方 呼 一界老祖肉身炸开 只剩神魂飞出 我与你拼了 自知必死 他直接燃烧起神魂 疯狂地朝着墓北扑去 墓北呵呵一笑 朱节剑一抖 请客压制下对方的神魂燃烧 而后将对方的神魂卷入剑中 而这一次 朱节剑的剑威没有提升多少 对方将大部分的魂力都给燃烧了 可惜了 墓北万喜道 他收起一界王和一界老祖的那界 而后看向米英二不好意思哈 他们一心想杀我 还想杀我全家杀我的朋友们 我只能下狠手规避风险了 米英二道公子不必道歉 墓北笑了笑 将戒王应地给米英二是一件好宝贝 米英二笑了笑 道公子若是愿意 可以一直掌控他 墓北文言道你的意思是 可以把他送给我 米英二点了点头是的 墓北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这怎么好意思呢 这毕竟是你借的至宝啊 可以说是你借的命根子了 说着 将戒王应三入兜里 神忧 神奇 真理 冷语 这脸皮 唯有黑麒麟淡然得很 这有什么 常规操作吗 这时 米英二朝墓北微微欠身行公平礼 温声道请夫君日后多多指教 墓北 夫君 怎么突然就夫君了 他看向米英二 米英二到夫君娶了我 便也是我借守护者一脉的人 可掌控我借的借王应 墓北 他连忙将借王应取出来 还给米英二这个 我还是不要了 米英二眨了眨眼 道公子这是看不上我吗 我感觉 我还是很漂亮的 身材也很好 说着这话 他一副落落大方的模样 墓北道不是看不上 而是 我们之间没有感情 没有感情 在一起不合适的啊 米英二到这个不是问题 感情可以慢慢培养的 墓北 第1385章 不要玩双标 见墓北不说完 神奇替他召集的道 快点头啊大哥 高级鬼嫂子你不要 怕人家吸你洋气 这个漂亮嫂子不是鬼 你还不要 墓北 你急个锤子哦 神奇道你是我没有写人关系的亲哥啊 我能不急吗 墓北 哎呦卧槽 这活居然能猜到他在想什么 这时 米英二看着他道还有鬼追过你 墓北叹了口气 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人品太好了 米英二言嘴一笑 墓北将戒王印交道他说 钟情义心领了 谢谢姑娘看得起我 米英二也不勉强 接过戒王印收起来 道公子改天若是愿意接纳英二了 便请来一戒找英二 英二随时准备上公子的花轿 说着这话 他还是那么的落落大方 一点也没有害羞的姿态 墓北笑了笑好 他虽然没有那方面想法 但是 人家姑娘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他若还是当众直接拒绝 那就多少有些不友好了 米英二笑了笑 道请公子取资源吧 墓北眼前为亮好 米英二带着他 很快将王亭内的所有资源收起 全十足有八百多万块 宝兵 宝丹 灵药和钱款等物 数量更是多的惊人 大将军等人各个攥紧了双手 双眼红得很 他们眼睁睁看着墓北取走 王亭积累数万年的修炼资源 恨得不行 可却什么也做不了 有米英二持戒王印护着墓北 他们能如何 告辞了 有缘再见 墓北朝米英二道别 米英二点头 微笑道期待公子来娶我 墓北呃 他有些尴尬 米英二笑了笑 道公子请 墓北点了点头 朝王亭外走 刷 混沌葫芦菇飞出来 朝他蹦跋走个啥啊 这弟弟的根基灵脉还没挖呢 墓北斜了他一眼要点脸 米英二已经为他做到了这一步 他拿了王亭所有资源也就行了 还能挖了人家世界王亭的根基灵脉 那也太过头了 混沌葫芦碰到一直以来最为不要脸的你 如今却让本胡要点脸 认真说 咱不要玩双标 墓北顿时黑了脸 妈的 这凡骨仔怎么说话的呢 米英二诧异地看向混沌葫芦 这口葫芦居然能口吐人言 而且这么的利索 气魂宝兵 他问墓北 墓北点了点头气魂宝兵中的凡骨仔 米英二愣了愣 不明白墓北这话什么意思 不过 他也没有多想 墓北笑了笑 再次与他告别 随后离开了 米英二站在王亭内 静静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不知在想些什么 信你的 一道怒吼声响起 大将军 九大族的制强者 诸多中将和其他异界强者 一个个都是愤怒地看着米英二 大将军吼到你如此帮着一个外族人对付我戒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这叛徒 叛徒 你不配做我戒的守护者 我等不承认 死也不承认 其他人怒道 可谓群起激愤 米英二很安静 直到这些人的声音小了些 方才开口你们试探他身后是否有人 觉得他身后没人 觉得实为神族被抛弃了 一个个肆无忌惮 说实话 你们很蠢 实为是神族的实为 神族的祖地便立在实为 那位祖神 可能抛弃自己的祖地吗 而据古老记载 神族除了祖神这的领袖之外 还有一个神王 而这个神王 是先庭的那位灵天帝 实为 也是灵天帝的实为 你们入侵实为 综合战力确实碾压现在的实为 真打起来 现在的实为无疑是挡不住你们 但真到了实为扛不住的时候 你们以为神族祖神和那位灵天帝会放任不管 再说说那位穆公子 他非神族 而是人族 修为也不高 这等情况下 他凭什么能坐上实为神族祖长的位置 是他运气好 可能与运气有关吗 不可能 真正的可能性只有两个 第一 他是那位祖神选中的传人 第二 他是那位灵天帝放养的后人 他平静地看着大将军等人你们跑去针对他 是活你了吗 想带着我借走向毁灭 大将军等人愤怒地盯着他 根本听不进去 一个中将怒道 这些不过是你的意想罢了 你的意想能算得了什么 现在 真正摆在眼前的事实是 我等派人去实为攻打神族 派人去针对他 他只能自己来我介于我们周旋 只能靠他自己 他身后没有人 对 你胡乱一想 帮外族人针对我族 你 可恨 可恨 你将是我借的万古罪人 罪人 其他人怒道 你婴儿叹气 不知还能与这些人说什么 下重不可语兵 而下一刻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一响的不是他 是你们 这道声音非常平淡 一个身着轻衣的中年人 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场中 随着这轻衣中年出现 没有任何气息和威压 但 除了迷婴儿外 其他人却是全部瘫软在地 你 你 大将军等人惊恐 这个让他们感觉不到丝毫气息的轻衣中年 却是让他们发自灵魂的战力 他们直接无法动弹了 不是轻衣中年压制了他们 而是他们的本能压制了他们自己 本能 他们的本能 感觉到了眼前这人的恐怖 你婴儿意识震撼 作为此界守护者 他能捕捉此界的脉动 这一刻 他清晰感觉到了此界的戒心在惶恐 这个轻衣中年 怕是动动眼神就能将这一戒毁掉 恐怖 超级恐怖 这时 轻衣中年看着大将军等人 目光淡漠到若非有他 你们这一戒连尘埃都不会剩下一例 随着他说完这话 整个一戒聚颤 似乎下一刻就要毁灭 大将军等人惊恐 不住地发抖 这一刻 就算不是守护者的他们 也能感觉到这片世界承受不了 轻衣中年的气息 轻衣中年能随手毁了这片世界 这时 轻衣中年看向米英二 看着米英二 他微微笑道 无奈祖神大人麾下第一神君 小女娃 你不简单 很聪明 真的很聪明 少主若是娶了你 应该会是一件好事的 第1386章公子为什么姓穆 米英二同孔奏缩 第一神君 神族的第一神君 这可是祖神麾下第一人 传说中的存在啊 而下一刻 他想到对方最后的一句话前辈宁 称穆公子为少主 穆公子 他 尽管他此前已经有了一些猜测 但这个时候却还是忍不住吃惊 猜测语亲口听到 毕竟还是有差距的 第一神君 微微笑道 如你所想 少主即是我族祖神选的传人 亦是我族神王的后人 米英二蒙了 自己想到的两种可能 居然全对 穆北即是祖神选定的传人 亦是那位灵天地的后人 而他在发蒙 大将军等人则是发颤 各个眼中浮出浓浓的惊恐 天啊 他们此前在做什么 既在针对那位祖神的传人 更在针对那位灵天地的后人 灵天地的后人啊 大人饶命 饶命啊 我等错了 我等知错了 以大将军为首 以众异界强者朝第一神君顶礼膜拜 请求对方的宽恕 所有人额头上冷汗直流 这一刻 无垠的恐惧笼罩了他们 第一神君礼都不理他们 他微笑着看着米英二 下一刻摊开手心 有一缕宝光出现在他手心中 带神王大人和祖神大人 向姑娘尼表达一份善意 宝光违旋 瞬间没入米英二体内 下一刻 轰 米英二的气息节节攀升 眨眼间便就达到一个害人的高度 直接超越了12维度 而这等气息 还在持续提升 且 有一些古老和神秘到极点的法应秘术 快速在他脑海之中浮现 再会 第一神君唯唯一笑 下一刻无声无息的消失 米英二甚至都来不及道谢 他一脸震撼 又是一脸盲 很快 他回过神来这等重宝机缘 为什么给我 不应该先给穆公子吗 这么想着 下一刻他便又恍然那位灵天帝在历练穆公子 这等重宝给了穆公子 便就失去历练的意义了 不过 下一刻 他又有些萌了等等 公子为什么姓穆 不该是姓林吗 他愣住了 这是的什么情况 而这时 大将军等人全部来到他身旁 一个个向他行跪拜礼 米姑娘 多谢 还有 对不起 我等愚昧 愚昧啊 这些人相继开口 一个个都是一副后怕和惶恐的表情 还好有米英二啊 否则 不仅他们要死 这片世界也会被抹除 米英二看向他们 摇了摇头 到守护这片世界 这是我作为守护者的责任 大将军等人脸颊战红 此前 他们还口口声声称不认可米英二这的守护者 辱骂对方是叛徒 当真是可恨啊 羞愧 所有人羞愧不已 下一刻 这些人对视一眼 而后突然齐声道 请米姑娘继任我借新王 由米姑娘领导我们 我借必能辉煌 米英二愣住 继任新王 他朝王庭中心看了眼 而后又看向墨北离开的方向 叫美帝脸上浮出一抹笑不了 我要去做其他事 下一刻 他消失在原地 这时 墨北一行人已是回到了时尾 墨北拿了所有悬石 钱款和其他一些宝物 其余的 神幽四人平分了 下一个抢哪一件 冷宇问道 墨北 这货还真真的是抢上瘾了 暂时没得抢了 以后有再说吧 他说道 冷宇哦 这样啊 一副十分失望的模样 墨北 神幽 神奇 真理 不久后 冷宇告辞离开 回到门了 墨北则与神幽三人 寻道神族众人 异界维基解决了 众神族惊讶 这才多久 异界还没真正打过来 维基便是就解除了 墨北道解除了 神奇大致讲了下经过 一时间 一众神族顿时朝墨北投去崇拜的目光 不愧是族长 异界的守护者居然追着相助 而且想嫁给族长 族长西利亚 实乃我被男儿之典范 牛啊牛啊 一众神族崇拜的道 咱们可以回去了 对 可以回家了 众神族高兴的道 神幽 神奇 真理 回锤子家回 家被族长偷了 他们看向墨北 墨北汉颜额 而他们这等神情 让一众神族都好奇起来 神卫统领问墨北道族长 你们这是怎么了 回家有什么不对吗 墨北有些尴尬 而这个时候 十二为外的一个未知之地 一个白袍男子摇摇看着这边 面带微笑 下一刻 白袍男子眼中滑过一抹微光 实为神族祖星未至 被墨北炸碎消失的祖星 刹那间重现 几乎是这同时 墨北瞳孔萎缩 或者看向神族祖星未至 身为实为神族祖长 他对祖星有绝对掌控权 也就有了绝对的感应能力 这个时候 他捕捉到了祖星的存在 原本被他炸掉的祖星 突然间重新出现了 跟来 他对神奇等人道 很快 他带领一众神族 来到神族祖星未至 前方 星空中一颗巨大星辰横程 缭绕各种光辉 神幽 神奇和真理集体蒙逼着 他们可是亲眼见着墨北 炸掉了祖星 可现在 祖星却完好如初地 漂浮在前方 什么情况 三人看向墨北 墨北沉默了一瞬 道怎么说呢 应该是我人品太好了 祖星舍不得我 竭尽全力地再次重现了 神幽 神奇 真理 你这话怎么好意思说的 祖星当初可是你炸掉的啊 舍不得你 扯呢 祖星若是有灵 重现的第一时间就是立刻找你干一架 神奇说到大哥吹牛皮的样子有些意思 哈 墨北 他心中思索是那位祖神前辈师伟 还是那位灵天地师伟 或者是漂亮师父帮我恢复 祖星不可能凭空重现 一定是有人所为 顿了顿 他倒是也不多想了 招呼神奇等人进入祖星 祖星内 一切依旧 很快 一众神族便是安顿好 而他自己则是以身上的玄石开启后续的修炼 修炼 认真修炼 不久后 轰轰轰 连续三场天节出现 他已从一界得来的玄石 将修为提升到了尊纪领域大圆满 引来了三场天节 他起身度节 以纯肉身硬汉天节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升实力 大约过去三个时辰 他度过三场天节 在黑麒麟和神奇等人的相助下至好伤势 综合实力提升了一大节 可登十一围了 第1387章我打死他们 十一围 现在 他已经将十围的修行路走到了大圆满层次 继续留在十围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要去十一围 而后去十二围 随后 自灵天地留下的那条古路踏出十二围 去往更高文明的维度宇宙继续提高自己 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将轮回掌控到手中 争取让养父母最快重回这世上 这个目标是他如今最大的动力 什么永生 什么无敌 远远比不上复活养父母 他一直为此在努力 竭尽全力地在努力 不过 他倒是也不会沉闷地去努力 努力之路上 他会始终保持阳光和开朗 漂亮师父说过 希望他一直做个阳光开朗的少年 师父的话 他的听 你们要一起吗 他问神奇三人 三人摇头 神奇道 据说十一围非常复杂 我连十围还没走无敌 就不随大哥去十一围蹦跋了 不太合适 真理附和点了点头 木北古怪地看着他们 你俩不是立志要当混子的吗 怎么这感觉 是要自己努力下 神奇说道 大哥 你误会我们的意思了 木北文言 欣慰地点了点头 不错 这两个家伙 还是能意识到当混子是一件不好的事 这时 神奇道 我们的意思是 我们留下看家 大哥你去十一围闯荡 事后 大哥你多收集点资源带回来给我们救世了 这样一来 我们就不用跟着大哥一起跑了 更加的轻松 真理点头 对的对的 木北 啪 啪 神忧双手各自一耳光 将神奇和真理抽飞 他对木北道 我们现在的实力还欠缺许多 你先去 我们后续跟上来 你放心 我神族不出混子 稍后他们若赶不去 我打死他们 神奇 真理 木北朝神忧撬大拇指 可以的 霸气 对待这俩混子 就该这样 神忧看着他道 此去十一围务必小心 根据古籍记载 十围到十一围 这个过程是一个巨大的坎 这个坎类似于普通凡人 晋升先欲 难度和危险性都是非常大 自神王大人与祖神大人那一带后 似乎无人登上去 木北点了点头 他在这神祖祖星 与神奇等人畅聊了许多 一晃 次日 这天 他离开神祖祖星 朝着十一围而去 十围到十一围 也是有着一条固定维度之路的 依旧是如曾经那般 是一条宽广无垠的维度深渊 维度深渊沉闷 昏暗和压抑 时不时有恐怖的骇浪卷起 有未知的怪物吼啸声出 木北警惕着四周 朝着十一围横渡 维度深渊可不是死急的 底部有着恐怖的未知生物 一旦冲出来 现在的它可不一定能挡住 得时刻保持着十二分精神 刷 混沌狐炉飞出来 朝木北蹦跋道 厚脸皮不怕 有本狐在 本狐保护你 还有我诛天万界第一无敌顶 小顶飞出来道 吞天炉飞出来 你可以完全相信本炉 斩磨刀跟着飞出来 老实说 本刀还是喜欢砍磨 木北 之前它得到了不少灵脉 这次的火吞掉那些灵脉后 现在的实力已经是超越了它很多 现在的情况就是 它们又飘了 维度深渊沉闷至极 恐怖害浪持续席卷 未知生物的吼啸声不时传出 但 接下来 索性是没有恐怖的未知生物出现 它很快度过维度深渊 而在度过维度深渊后 它停了下来看着前方 前方 一片无垠的雷海横程 其内 每一道雷霆都仿佛可以劈碎万物 让如今的它都感觉有些心惊 这些雷霆非常恐怖 可以说 普通实为大圆满层次的修行者来这里 根本就通不过 扛不住这等雷海 不过 这对它倒是没什么影响 第一 它本身实力非常强 无惧这些雷霆 第二 它可是有五雷阵天觉护体的 普通的天结雷霆都难以伤它 更何况是这些普通的雷电 它朝前走去 静止踏入雷海 踏入雷海内 前方依旧是密集的雷电 似是感应到有异物闯入 附近的雷电静止朝着它劈来 墓北不闪不闭 任由这些雷电劈在它身上 无痛不痒 它继续往前 大约过去足足一个时辰的时间 它走过雷海 出现在一片广袤世界里 放眼望去 古老山脉辉红 一座连着一座 整个世界给它的感觉有两个 厚重 蛮荒 对 厚重感和蛮荒感 一届的古籍上记载 实以为不再是普通的星空宇宙 而是远古维度大世界 这感觉 确实是那么个意思 以前它进入一个星维度 都是落入在星空中 满眼星辰 但现在确实不一样 现在 它感觉是进入了一片蛮荒大世界 而这片蛮荒大世界的灵气波动 可谓是浓的吓人 下面的十个维度加起来 也最多只有这片世界的亿万分之一 差距 它感觉到了巨大的差距 刷刷刷刷 混沌葫芦 小顶 吞天炉和斩魔刀飞出来 它们飞出来的第一时间 四周 滚滚的灵气顿时朝着它们蜂涌而来 被它们疯狂吞入体内 而随着这些灵气入体 它们表面的破损在快速修复 非常快速地修复 混沌葫芦兰奋地蹦打 本湖找到了在那灵天地洞府中的感觉 灵能爽歪歪啊 小顶 加一加一 墓北没有说什么 眺望这片世界 也思索着后续的修炼 通过观读异界古籍 它对十一维的修行体系 也是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 十一维的境界 就一个字 神 然而 围绕着的神字 却是有三十六个大境界 由低到高 被称作第一神境 第二神境 第三神境 第三十六神境 这里的神字 可不是神灵的神 而是心神的神 精气神的神 以及神魂的神 是心灵高度 精神高度和神魂高度的三重契合 而这等修行 需要十一维特有的物质相助 这个物质 被称作神星粒子 而这等物质 只存于空气中 只有浓度的弱强之分 没有神星时 这等物质凝聚出来 与八围的情况一样 总结就是 他的修炼难度又上来了 而寻找神星粒子 比较浓的地方 他自语道 第1388章取名小能手 他看向混沌葫芦他们 这时候 混沌葫芦 小鼎 吞天炉和斩魔刀 还在疯狂地吞噬灵气 四面八方 灵气汇聚成灵气光束 一道道地朝着他们 涌动而来 他们持续恢复中 墓北在一旁的大石上坐下来 安静地等着他们 很快 三个时辰过去 涌向混沌葫芦 他们的灵气光束 使他们恢复的速度 变得非常缓慢了 缓慢到可以忽略不计 他们对十一围空气中灵气的吸收 于此刻达到了一个平衡 简单来说就是 只靠吸收空气中的灵气 已经无法让他们继续恢复了 墓北站起身来 看着他们问道 现在的战力 又是怎么样了 混沌葫芦蹦打 能把你 墓北打断他 你不要说话 卢二你说 这凡古狐肯定没有好话 混沌葫芦 吞天卢道 大概算是十一围的终极层次吧 十一围终极 这么说 是有十八神镜的实力了 不错不错 可以的 翁 飓风突然席卷而起 不远处的一座山群内 一头形似猫头鹰的剧情 突然腾空而起 它双翅展开足有百丈宽 在地面上投射下一抹巨大阴影 目北目光围动 这剧情有些恐怖啊 现在的它 不是对手 对方大概有第九神镜的战力 而下一刻 剧情盯住了它 或者朝它扑过来 随着对方扑来 一股狂风席卷而出 对方还没有到 这等狂风就差点将它卷飞 俨然 它被当作猎物了 刷 混沌葫芦闪出去 直接撞在剧情肚子上 哼 剧情横飞 这一横飞 直接就横飞出去五百多丈 狼狈地砸落在一片山外间 将那里的几座山峰给压得四分五裂 混沌葫芦朝木北蹦打 厚脸皮不怕 本胡保护你 木北 这时 剧情发出一声怒笑 获得冲天而起 浑身浩荡着恐怖妖气 混沌葫芦突然又朝木北蹦打 本胡想到一个说法 吃什么补什么 厚脸皮 准备把鸟毛 烤大鸟食肢 以鸟补鸟 木北 啥意思 下一刻 它突然明白过来 脸色顿时黑透了 你滚哦 老子不需要补 混沌葫芦蹦打 你看你 本胡又没说你不够用 本胡是替你想着 提升一点也是好事 所谓锦上添花 不就是这的里妈 木北脸色黑黑的 妈的 你倒还一副有理的模样 这时 剧情发出一声利吼 大口一张 直接朝这边喷出一口直径组有树杖的岩柱 岩柱请客极致 气息耸人 混沌葫芦丝毫不慌 葫芦身一抖 直接将那岩柱给朕的支离破碎 它朝剧情蹦打 大鸟儿 给本胡个面子 自己把自己考了如何 木北 黑麒麟 破葫芦真能装 剧情则是暴怒 他仰天长笑 深阵长空 身后凝聚出一头千丈情影 千丈情影浩荡耸耸人威势压过来 混沌葫芦还是轻轻一抖 吃 千丈情影瞬间便就崩碎 见着这一幕 剧情终于是有些惊悚了 掉头就跑 这时 刷刷刷 小鼎 喷天炉和斩魔刀飞出来 各居一方 将剧情拦下来 小鼎 厚脸皮一次次给我们寻灵气 咱们也得回报 今天必须给厚脸皮补一下鸟 木北气得不行 我不需要你们回报 谢谢 小鼎转向他 这鸟不够大妈 木北磨牙 不想和这个鼎说话了 而这个时候 剧情更加惊悚了 他能感觉到小鼎 吞天炉和斩魔刀的恐怖 与混沌葫芦散发着一样 让他无力的气息 下一刻 他或得朝向木北 双腿直接在虚空上一弯 双翅高举向头顶 大哥 饶命啊大哥 吃我并不能补那啥啊 毕竟 此鸟非彼鸟啊 大哥你更适合吃牛鞭 我知道一头老牛精 我带大哥去寻他好不好 木北 末日 给我打死他 他朝混沌葫芦敦他们喊道 剧情花容失色 而后快速叫道 袁阿大哥 大哥我说错话了 大哥你根本不需要补 大哥你大宇宙第一 妥妥的第一 木北恶狠狠地盯着他 你是不是在阴阳我 剧情连连摇头 没有没有没有 大哥你相信我 我成心的 木北冷哼 这时 剧情趁热打铁的道 大哥 我知道一处宝地 蕴含有重宝 大哥你英俊潇洒 十里滔天 去了那里一定能有大收获 混沌葫芦朝他蹦打 嗯 就他后脸皮十里滔天 本胡呢 剧情连忙到 胡哥也滔天 绝对是大宇宙第一帅气胡 混沌葫芦 悠喝 小伙子有眼力 本胡的外号就是真帅胡 木北 不得不说 剧情的这个彩虹屁 真是拍到反骨胡的葫芦心里去了 这时 剧情又对着小鼎 吞天炉和斩魔刀一顿彩虹屁 令得小鼎 吞天炉和斩魔刀也是满意十足 小鼎朝木北道 这鸟儿不错 很诚实的 就放过他吧 剧情连忙又看向木北 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大宇宙第一的大哥 求放过啊 木北点了点头 不得不说 关于诚实这一点 你确实很不错 好吧 暂且饶了你 剧情顿时松了口气 连连道谢 这时 木北问他道 你刚才说的那座宝地在哪里 带个路 剧情道 好的大哥 木北一跃落在他脊背上 在他背上坐下来 走吧小鹰 剧情 小鹰 木北道 你长得神似猫头鹰 便就叫你小鹰 很合适你 剧情一脸委屈地道 大哥 能换个称呼不 小鹰 神特么小鹰啊 这个称呼若是传出去 他以后怎么再情界混 还要不要面子了 木北思索着道 吴 你体型很大 长得又像鹰 这样 就叫大鹰吧 大鹰 不错不错 这个名当真是非常适合你 剧情 大哥你真是取名小能手 木北拍了拍他背部 走吧大鹰 去那宝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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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